我可以明确的回答 就是现在出现的所谓的白肺 与武汉当时的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种是没有关系的 并且当前的流行优势毒株仍然是奥密克戎毒株 那么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在之前的新发布会上已经进行了回应 而且我们说并不是只要肺部出现了炎症就都叫白肺 那么这个白肺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肺炎的表现 才会出现白肺 一般来讲就是肺部的炎症比较重 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 也就是说白色的影像区域面积达到了70%到80%的时候 在临床上大家口语化的才会把它成为白肺 所以不是说只要出现了炎症就都是白肺了 就是它的面积很大了 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叫白肺 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低阳血症或者是呼吸肿迫 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 在临床上尤其在现在的这一波疫情当中呢 主要是高龄的合并 严重基础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出现 但是这样的患者呢 它的占比还是非常低的 感谢观看